感谢观看,愿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文凯奇生路断绝,并行出处要说中,国历史,上身价最高的通缉案,还得追溯到明洪武年间,宁太祖都元璋下令寸板不许出海,洪武三年,1370年,大派仓皇度士博斯,洪武七年,1374年,撤销自腾朝以来就存在的,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,浙江明州,广东广州三世世博斯, 中国对外贸易废告断绝,洪武二十七年,1394年,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,政府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国来的翻箱,翻货等,洪武三十年,1397年,再次发布禁令,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翻,都说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这一连串的禁令使沿海居民,不得不放弃手中吃饭的家伙食,并谋出路,其中有一部分人举家牵往南洋,据中入海为寇, 今天的主角陈祖易就在这批人中,海盗王陈祖易的传奇经历,明朝时海盗团,火不断扩大,动辄上莫人,形成料集团,首领们甚至春姑道馆,与政府分庭看理,海盗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,东到日本海,西到印度洋都能见到他们的摄影,日本倭寇,欧洲海盗,也趁机加入近来,劫掠无辜民众, 明朝海盗上岸时的情景,面对昌雪道海盗,明朝政府也开始加强海防建设,打破传统中国有海无防的局面,当时东南亚最大一股海盗势力的首领,就是有海盗王之称的陈祖易,陈祖易逃往南洋三佛齐,近印度尼西亚的巨岛离带的柏林邦国,在国王麻纳者屋里手下当上廖大疆, 国王死后,他盖翠自立为王,三佛齐救港,陈祖易曾到明朝进贡,可贡行不是在本国装船的,他门空船出发,一路抢劫,想到神魔宗石魔,回国的时候,又是一路抢劫,满载而归,陈祖易潘屁马六甲十几年,以苏门达腊重要的港口城市救港为基地,经过长期经营,成员最多时超过默仁,战船近百艘,活动范围包括日本,台湾,南海,印度洋等, 总计有莫非以上的过往船或遭到他们的飞手,明朝有五十多座沿海城镇被他们攻陷过,这帮人勿无王法,烧杀劫掠,胡乐不作 大名头号通缉犯,逍遥法外数十百周元璋对此大为恼懦,更悬赏五零莫两白银捉拿陈祖易,有那年间,赏金更是增加到750莫两,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100莫两,所以说陈祖易是中国历史,上身价最高的, 冲击,但毫无疑义,陈祖易的威利斯毫不愿意现代装备精良的恐怖分子,即便如此巨额的赏金也满满,他的向上人头,一些东南亚国家甚至还要向陈祖易纳贡,无敌船队结束海盗王作乱生涯,那是永乐五年1407年,正和舰队结束第一次远航,返回祖国的途中,舰队到达旧港进行休整,陈祖易一直在打正和船队的主意, 用功胜算不大,他首先通过炸将来麻痹正和,正和向正和对陈祖易早有耳闻,并根据当的穆斯林华人施敬青的密报,获悉陈祖易的计划,之后正和突然发动猛攻,击杀陈祖易见对海盗5000多人,承胜追击将陈祖易活捉,逃年9月,正和回国并把陈祖易押回朝廷, 明城祖朱棣下令当驻各国使者的面斩杀陈祖易,一见世人,至于那比高达西50末两百银的巨额闪迹吗?很遗憾地告诉大家,明朝政府实际上并未兑现,参考文献,张婉平,海盗王传奇,外文出版社,2010年,姚元波,华夏商务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4年,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